今逢芭谷山身处始终 专会财迪太阳和好 花园初回事故 离难亡灵祭一众三万 祈福超剑 芭谷山僧团于4月9日上午9点 在星星寺举行 三十新年祈福超剑法会 祈愿带受苦难的同胞 都能放下所有惊恐牵挂 逝者安息医愿往生 逝者安心早日康复 但是如果你把生命打产 一死又一死 那对我来讲 我对看来的生命的看法 就不一样了 我们感觉希望就是 我一生一生能够这个修计 能够超越人为 方丈和尚随后 并与信心寺 关怀院等僧团代表 共同前往东宾 抚慰 离难者亲友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无上咒 是我能等咒 能处一切 真实不虚 人生这一生呢 是我们无数旅程当中的一帧位 我们的仿生威蜜 是我们永远无尽 永远都存在 所以我们就位 就是仿生 名乃有不少 虽然好几倍 年纪都很轻 但是我们呢 在非常的 爱说 爱伤 悲痛 我们会 会 化 悲痛 为力量 那你们的生命呢 会活在我们所有 台湾 两千 三百万 四百万的 信众 我们会 把你们的变化 实现 那就是呢 把 我们所有台湾的民众 我们都能够积极的 行善 遇人 遇己 奉献 遇好 那包括在花莲的 菩萨们也都非常的 自发性 然后 想尽办法 在灾区就是看说 自己可以做多少事情 然后 尽自己所能 那回当回来之后呢 就是当天晚上我们就开始到殡仪馆去接大体回来 菩萨已经回来 然后 到隔天呢 我们就每一天的10点到10点半到11点都有在殡仪馆 那就是带着家属念佛 那其实 这次真的是就是建院法师就是带领的整个团队 就是台东的菩萨 然后让大家因为这一次所以也很团结起来 然后凝聚起来来 也发这个愿 看说可以做一些什么 为着社会做一些什么事 就是去买票的时候 那账务人员一听到我们是要去花莲 那虽然没有问我们目的 但是他一听其实应该就知道是说是去关怀 那所以当我们说要去花莲的时候 他确定了票数之后 他就把就是说帮我们付了这一个 然后拿票给我们之后 就说这个是要供养法师 当时新年超建法会 象征在扣心灵重建的开始 法国山购需开张提供多项安心服务 一起朝向心灵安定的道路前行